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打篮球分队较劲 运动者大量的喷汗 以及换气喘息喷口水 加上了肢体碰撞 感染几率比其他的运动来得大 再加上抢篮板多人共同触摸同一颗球 要是病毒残留 无形中也成了传播媒介 在高雄的球场上 打球戴口罩也只有区区两人 你刚刚打篮球有没有戴口罩 没有 没有 为什么 我会这样会爽不过气 一场上运动 你抓戴口罩就有点困难 戴口罩打篮球可行性不高 台南的确诊海军 打篮球有接触的多达14人 身份比对之后 有同袍 有成大的学生和一名空军 目前他们都已经进行居家隔离 健康状况良好 这些曾经和确诊患者的接触者 确定多了新竹二连队服役的空军 台南卫生局将持续观察 就怕防疫出现破口 三天新闻田区打王少女 朱宇荣 最后报道